尤其過了25歲之後你知道 有一些人呢 明明還是屬於青春年華 但是呢 這個膚況呢 就會過得比較著急一點 看起來像35歲 出現了呢 這個假性的衰老 對 那假性衰老呢 就是到你還不該呢 有細紋 皺紋的年紀呢 這些通通都有了 天啊 蘋果肌該是上揚的這個年紀呢 但是你已經鬆弛了 它下垂了 下垂了 天啊 老師該怎麼辦你說吧 怎麼辦呢 我今天帶來的這個 秘密武器呢 是你還是可以維持 你現在用的每一款保養品 但是 它可以幫你起到加分的效果 所以呢 它有一個非常厲害的名詞 叫做百搭小磨瓶 百搭小磨瓶 你現在用的瓶瓶罐罐的保養品 你只要把它添加在裡面的話呢 它不只呢 不會破壞原本的一個活性 反而會起到非常好加分的效果 那我手上呢 就是我剛剛跟大家介紹的 這個百搭小磨瓶 大家有沒有看到它的包裝 就非常的特別 為了保持呢 它原本裡面的這些活性成分的 新鮮程度 所以它用了呢 醫藥等級的這個瓶器 那為什麼說它可以百搭呢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在護膚保養的時候呢 第一個的話 洗完臉會先用水對不對 對 那如果說呢 你家裡的呢 這個 爽膚水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把它倒到這個瓶器裡面去 那我們呢 搭配呢 這個 百搭小磨瓶呢 的比例的話呢 像是我們一般的這個爽膚水 跟這個精華的話呢 是1比8到1比10的一個比例 那我們可以大概低呢 這樣的量大概低8低 10低左右就可以了 老師這樣就是說 一天用不完的話可以 可以 它可以保持好多天可以用的對吧 會建議你呢 在三天以內把它使用完畢 耗燃時間久了 因為我們又沒有添加防腐劑這樣的東西 對… 它的一個分子非常的小 也非常的穩定 那它不會破壞呢 我們保養品的一些活性 那也不會呢 改變它本身自己的一個新鮮度 我先呢把它輕噴在我們模特兒的臉上 好 如果說呢 你的膚礦比較著急 而且呢 又有這種假性的衰老的話呢 你就可以直接呢 把我手上這一瓶 Believe 是美肌濕態蛋白美肌精脆 我們可以直接把它用在肌膚上面 使用完你的化妝水之後 那我先把它滴大概兩三滴在我的手上 這個就很像精華液的那個感覺 可是它又比精華液輕透 可是這個如果講痘痘的話能用嗎 也可以 它其實呢分子非常的好 很容易就可以吸收到我們的肌膚裡面去 那這個系列呢 除了呢 濕態蛋白美肌精脆之外呢 還有呢 膠原蛋白精脆 玻尿酸精脆 跟呢 這個魚脂醬的精脆 我們可以依照每個人膚礦的不同呢 來做搭配的選擇 我們再塗抹好了之後呢 針對於呢 我們臉部呢 其實有兩大美容穴 我們都可以來加強的按摩 在哪 是哪兩個我們要選 第一個的話呢 叫做聚療穴 一翼 往旁邊橫過來 跟我們呢 眼珠正下方 這樣畫一條線下來 交接的地方 那這個穴位呢 如果說你要按得比較到位的話呢 你可以用我們大拇指的指節 用力嗎 對 用力去按壓 會痛耶 好痴會痠耶 好痠喔 按下去 痠痠麻麻的話呢 就代表你有按到這個聚療穴 那這個穴位呢 算是我們臉部美容大穴 因為它可以促進我們整個面部的循環 血液循環 那第二個穴位呢 在我們的眼珠正下方這邊 距離大概兩指幅的地方 這就是你剛才那個位置了 四白穴 四白穴 那按壓四白穴呢 除了對我們的 視力會有幫助之外呢 它也可以增加我們肌膚的紅潤度 讓你的蘋果肌更加的透亮 在秋冬特別乾燥的時候 大家都會敷面膜對不對 對 在敷面膜之前呢 會建議大家也可以先塗一層呢 我們的一個這個精華在裡面 因為它裡面呢 有高濃度的濕態蛋白精華在裡面 那另外呢 它還有一個很厲害的這個綽號 叫做呢 會怎樣 這功效助推劑 它厲害的地方呢 就是在於它的 我們塗抹之後呢 它可以先進入到 我們肌膚的底層 補充我們肌膚細胞所需要的營養 當我們的細胞很健康的時候呢 它就會大口大口的呢 再去吸收之後 我們所餵給肌膚的營養 所以這是被公辦的效果 對它可以算是我們這個肌膚細胞的一個開胃拆 我們今天呢 其實也很想造福一下電影機前 正在收看我們節目的朋友 但是我們的禮物不能白白的送 所以呢 我們有一個我們的美麗大考場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屏幕下方 一共有三道問答題 現在呢 只要你回答問題 把證據的答案告訴我們 並且 官方微博 在明天中午十二點之前 我們的美俏小編會準備 十份的百搭小模瓶送給大家 好